文字編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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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顯示的是H1 是標題一的話 那就是再套用一個樣板 然後呢樣板 並且你V50裡面就要增加一個 一個樣板的那個傳的方式 第二個是H2啦 這上個禮拜有講過 就丟一個H2過來 然後UIL一樣要做一個H2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用H2的話 看起來當然相對的會比較大 比如說H2 他做法的話一樣 丟給H2丟過來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有一些 是錯誤嗎? 屬性錯誤 H2 他說沒有這個 那應該是網址打桌 看一下應該 如果你看到這個錯誤的話 就要檢查什麼 檢查那個H2的部分 看一下H2 這邊 H2 請問哪裡出錯 這邊 有沒有 這邊 少了雙引號 OK 那個 上個禮拜有同學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這邊一定是一個自串 OK 我少打了那個雙引號 好 這樣的話 他會出現那個 剛剛這個錯誤 所以以後你記得 只要你看到 這個地方的 錯誤的話 那指的就是這邊的錯誤 所以那個看得懂那個意思 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 Return的話 就不是Return一個 Respon HTTP 他Return的話 就是一個什麼 幫我轉換一個 網址 到 把剛剛的東西的結果 幫我丟到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有沒有存在 有 一定會放在這裡 那locals指的是 我目前專案裡面 的所有相關參數的意思 locals 那這邊的話 如果改了之後 而且把它save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這樣OK了 有沒有 你輸入的年齡 60歲 是壯年 那這個跟這個 他怎麼傳遞的 你會發現這個 按右鍵 把 open with 用那個 內建的這個test 他這邊就有一個引述 一個叫Edge In 一個叫Edge Out 那對應的話呢 就是在Views裡面 一樣會有個Edge In 所以我進來的東西 我把它轉換 名稱我叫Edge In 輸出的話呢 叫Edge Out 他會把 這兩個 目前 在 這一個 制定函數裡面的 兩個引述 透過locals 這個跟這個 他會幫你用locals 幫你把它 再丟給 這一個 網頁裡面 讓他呈現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 到時候在網頁裡面的話 有沒有 會有一個Edge In Edge Out 那你可以看到的結果 就會是 把它丟過來 Edge In Edge Out 實際上是利用了 這邊有一個locals 把 這兩個 丟給他 他就可以顯示出來了 OK 大概邏輯是這樣 不過細部的話 我是建議還是要整個 把它run過 而且這東西其實說真的 看起來不多 但是可能你要把它做 可能光 上課可能上三個小時 回去可能 至少我看你三個小時 他要看功力 如果你功力不好 可能 兩個三個小時 都been run的出來 而且 城市上面都有啦 反正你如果 按著我的 方式做 沒有做不出來 只是說你做的有沒有 完全正確 細節太多了 隨便一個 我發現你們怎麼樣 一下type L 然後一下 什麼 attribute L 什麼一堆的L 那你就是直接 見招拆招 以後如果說你可以達到 怎麼寫都對的話 其實就可以很快把一個 你要的一個 網站給架設起來了 OK 請各位 一樣把那個上禮拜這些重點 稍微看一下 另外待會我們就是要再加上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呢 把 剛剛提到的這個兩個 我們剛剛只有 年齡一個 如果有兩個 怎麼做 像BMI身高體重 或者這邊是 A加B等於結果 A加B 那我要怎麼把A加B的參數拿到 那也許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做啦 那當然做法一定是先view 在那個 UIL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上個禮拜的東西 那 建的方法啦 反正你就 一定要 我們是從 上個禮拜的那個專案開始 就是 再延伸啦 所以 每一週每一週 實際上都有延續性 所以 建議就是如果你哪一週的部分比較弱 還是建議回去把那一週的部分 再加強一下 像前面那個 Template 樣板 我們也花了蠻多時間 當然我們這一題是沒有再加圖啦 前面有加上一些圖啊 所以如果你希望 不同年齡看到不同年齡看到不同的圖的話 也可以自己再加上 因為在家其實 很花時間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踹踹看 踹不出來沒關係 後面也許我們還有時間 可以再 把大部分同學想要做 但是做不出來的東西再做一個解說 這些都是所有 你要架設網站的基本的概念 因為如果你前面這東西 不是很OK的話 那後面如果說還要再加上資料庫的話 那會更複雜 現在還沒有加資料庫啊 如果你把 資料庫再加上去的話 那就是 等於 將來如果說 如果有人操作了 他輸入你 什麼人 你可以再加上他的什麼呢 像會員系統好了 他的 姓名 住址 電話 Email 信箱 那你輸入完之後 當然我們就要接收到 但一定是不只一個引述 會有多個引述 那他如果 傳送給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把他接收到 並且 存在 資料庫裡面 那存完之後呢 可能有多筆的 會員資料 你可以把會員資料再調出來 顯示在 網頁上面 你可以再修改或刪除等等的 那 租入時內管理啦 都是從 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延伸的 這些東西都會互相有搭配喔 你如果缺一個步驟 後面要做一個 像類似會員系統 那就會有障礙了 OK 所以 一個參數量 另外還有 表單啦 因為我們 因為你要輸入嘛 總要需要有一個 那個格子 一個文字 欄位讓人家填嘛 那怎麼樣讓人家填資料 這個也是 我們後面一定會講 講調的 就是 反正你在 目前喔 網頁上面看到了相關的 操作動作啦 其實 這個jango都 辦得到 只是要怎麼做 我想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先 試著做做看 待會我們 再接著 看那個有關 傳遞 多個因素